簡直是最大的惡極 公主, 你聽我說 你這個逆賊 你這麼慢 別討厭我對公主不怕氣 我大膽逆賊 若見公主有任何損傷 我一定將你碎屍萬斷 你們全部人讓我讓開 讓我讓開 讓開 你別追我, 否則憂怪我對公主不利 怎麼樣?我剛才沒機影 不然只有我, 你哪有跑得那麼容易 還乖說, 走吧 還好, 你? 撕到 是 住手 你們傷到永遠公主擔當得起 我們收回你的刀 人家過這邊, 住手 郝兆風, 你說真的嗎? 連你也不相信我 那個李成真的不是我殺的 我相信 只不過那個包面廚子忽然出現 又忽然死了, 好像有點匪夷所思 對了, 為什麼你會和李景龍 在下坂出現? 我會這樣, 今晚李景龍來找我 說他查到你謀害黃三哥的罪證 就是要我跟他來 說要證明給我看, 你是一個壞人 他怎麼知道我今晚一定會在月亮客棧 這件事只有李成和我兩個人知道 難道他們是串通的? 你不是懷疑是你竟然被我殺死李成嗎 那兇手一定不是他 我進到客棧房的時候 那個李成還沒斷棄 但是, 我有種感覺 這次整件事根本就是一個局 但我想也不明白 如果真的有人插裝架 那這個人為什麼會知道這麼多年 我自己都記不起的事呢? 真是激氣 放心吧, 本公一定會跟皇上說清楚 黃三哥的死根本就與你無關 謝謝你這麼相信我 我們是好朋友嘛 你記得嗎? 上次我們不是在山洞裡 對付那兩個刺客 看來我們兩個和山洞也挺有緣 上次是你被人追殺 這次是我被人圍捕 這種緣分, 你要我一份吧 說真的, 公主和卑仔在一起 始終是有危險的 你還是先自己回皇宮吧 不行 你看看, 外面的環境這麼黑 原來看不清楚了 現在走是不是更危險? 要走不如等天亮才走 公主 你沒事吧? 為什麼你被人圍捕這麼大的事 都不告訴我 當時那些人以為在附近 我怕會驚動他們 放心吧, 我都說我沒事了 不信我讓你看看 你還在這裡懶惰? 拜託你看看自己的傷口吧 也不是很差, 我也不覺得痛 你不是說替我放血了嗎? 我就在放血了 為什麼我的感覺都沒有? 看見蛇刀比我想像中厲害 我要盡快送你去看大夫才行 不然我怕你有生命危險 不行的 你送我回去 就讓李竸龍他們捉住了 放心吧, 我真的沒事了 你看看, 我能走得多 公主… 你們說, 奧少豐不僅刺殺縱皇 他還想刺殺朕天? 啟稟皇上, 此事的確千真萬確 微臣跟同志大人連日來暗中偵查 掌握確鑑證據 原先准被客棧捉拿奧少豐 誰知道奧少豐竟然卑鄙 他還要跟公主到客棧 一心想讓公主看清楚奧少豐的真面目 望皇上輸罪 到底查到奧少豐有甚麼罪證? 其實碑職一直在查 鑑王被撤殺一岸 在機緣巧合之下 被我抓到一個叫李成的人 結果他親口承認 跟奧少豐合謀撤殺鑑王 這份是李成的公司 魏陣, 為什麼事前一席 都沒有聽他提及指示? 由於奧少豐和皇上 和皇上關係密切 為免打草驚蛇 卑職才暫時沒有向指揮師大人回報 即是聯同刀督大人 設計竹籃顧少豐歸案 微臣連同同志大人設局 由李成出面 假以威脅奧少豐交出殺人酬金 從而證實奧少豐愧有參與刺殺鑑王之事 我們只想不到奧少豐他的郎子野心 連同謀李成也殺了 你肯定李成是奧少豐所殺的? 我們去到下棧房間 見到李成死於房內 而奧少豐當時暫於一旁滿身千血 房中再無他人 此事永陽公主和刀督大人 都親眼見到 豈有此理, 奧少豐不但殺害眾王 現在還殺人滅口 簡直是狼子野心 皇上, 皇上, 微臣所認識的奧少豐 並不像是如此喪心病狂 啟稟皇上 被臣懷疑除了刺殺鑑王一事之外 奧少豐更有可能涉及其餘幾宗案件 首先, 皇上當日微服探訪民情 被刪查綁鑑 奧少豐正正因營救皇上而得到皇上重用 此外, 永陽公主遇到蒙古刺客刺實 奧少豐亦是合好及時出現的 結果成功無價, 竟然得到公主的信任 還有, 於先皇遺召被盜一案中 奧少豐亦是唯一知道遺召 交到同之大人手中之人 最後, 微臣當場抓住奧少豐之事 在他手上發現一指物力 裡面明言要對皇上不理 真有此事? 皇上, 奧少豐刺殺鑑王在先 如今近幾途到皇上不理 如此大役不道 臣請求皇上立即下旨 全力緝拿奧少豐歸案, 隔殺物論 大家不要忘記 永陽公主仍然在奧少豐手中 若然興舉妄動, 豈怕會危及公主 燕王也言之有理 朕始終覺得此事疑點重重 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嚴子免事 卑矽在 朕命你全力捉拿奧少豐 但謹記先顧及永陽公主安危 對, 同時在可能的範圍之內 儘量會捉獲少豐, 知道嗎? 遵旨 奧少豐, 你不讓我們重重包圍 識趣的就放下公主 否則, 別怪我們不客氣 不是我不想放公主 是我信你們不過 我不是叫你們 叫燕王府的馬三寶趕來嗎? 為何還沒見人? 師傅大人, 馬大人到達了 嚴子免事 大人 公主他怎麼樣? 公主中了蛇毒 馬兄弟盡快找人提供醫治 絕對不能讓他有事 你放心把公主交給我吧 你放心吧, 我不會有事的 你放心吧, 我不會有事的 你現在看的是T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